以中国之心挑战赛 今晚战幕拉开 国民赚架空降舞台 代表CRA推荐战队挑战群雄 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声音 这首歌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首歌 我非常喜欢你 只要本场票数高于全场第五名 他就能挑战成功 信心永远是自己给的 我会有信心 凡之则黯然立场 三位推荐 一张王牌 尚未使用 他们能否达成一致 拯救淘汰者 挑战歌手 是宿命难逃 还是绝境重生 谁能突破重围 谁又能代表 黄奕乐团 获得格赖美致敬中国荣誉大奖 荣耀与尊严 音乐之战 已经打响 中国喜富之心 立白天然造业 中国之心 由喜富合一的立白天然造业 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之心 美白之心 欧世曼 珍珠白 净透润白 本节目由净透润白 欧世曼 珍珠白特约赞助 听最动听的音乐 喝最够味的奶茶 本节目由过把火才过瘾的天窝茶中 探烧奶茶特约播出 听音乐 泡温泉 就找李妈妈 本节目由资助有领俊 李妈妈特别支持 下载李妈妈APP 为歌手投票还能免费泡温泉专业影音 及时体验好电视看品牌 本节目由净净超能电视 特别赞助播出 感谢节目的合作方 中国音协录音艺术 与唱片协会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晚的主题 就是新年每一位歌手 将通过一首歌 来表达对2016年新年的 祝愿和感受 立白造业 中国之心 正式开始 这位匆匆赶来的神秘人物 就是今晚的挑战歌手 其实我来到中国之心这舞台 能够让我自己再去感受一下比赛的那种激动的心情 来到这里的歌手们都是非常顶尖的力量 我的目标是一定要进入第五名 其实挑战是很大 希望能够有个好的成绩吧 大家好 第一位挑战歌手 也是由中国音协录音艺术与唱片学会奖 入围名单中推选出来的歌手 他的音域宽广 音色高亢嘹亮 曲风多变 一首首经典老歌 经他演艺都焕发了新的色彩 今天同样希望他能用融化心灵的声调 给我们带来他特有的 干净而温暖的歌声 有请这位歌手 谁呀 平安 信心永远是自己给的 我会有信心 做到自己最好的 剩下的就你们来评判就行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 别让我的心散得像沙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那幅画 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 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 我以为我并不傻 不会害怕 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 我不想因为现实发头低下 我以为我并不傻 能学会指向 这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 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谎话 合理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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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新年 作为第一个上场的歌手 你为什么要选一个流浪季 思念情绪吧 然后新年了大家都有一种思念情绪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 能够跟大家表达我现在 新年的心情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是 中国之心的第二场挑战赛 意味着有一个人会要离开 平安 能不能走到我们最终的决赛 还要看我们现场的五百位音乐听审 三二一 投票开始 投票结束 因为今天你是殷写的推荐人 所以待会儿我们每一位推荐人 都将打出他们的分数 除以三 再乘以二 就是巨星推荐人 给你今晚的分数 推荐老师 我首先觉得是个意外 看着你很高兴 因为你作品非常好 你的演唱没有问题 选择音乐也没有问题 歌词写得非常好 但是不是你写的 所以我只给的是六分 六分 林莱老师 第一次听你唱歌 我觉得这首歌选得非常好 这首歌是非常让你感动的一首歌 可是我想说的是因为这个歌 其实它有很多的层次 是可以在感情上呈现的 可是我在你刚刚的演出上呢 我没有听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会给的是七分 七分 刘华老师 首先我真的很高兴你来 三年以前我们在好声音 我们遇到了 今天我想告诉你擦肩而过的原因 我记得当时我就对你讲 你这个声音应该是在我生 印象当中特别像这个蝎子乐队的主唱 像这个Scarbin那样的 Richard Marks 对 刚才崔剑老师也说 Coin的声音也很像 我觉得你应该去演唱那些更有张力的 更有传透力的音乐 但是我觉得就是欠我心中等的那把火 所以今天我可以给出七分 七分 六分 七分 七分 最后我们的平安 得到的巨星推荐人给的分数是 十三分 我们来看一下平安 获得观众多少的支持 请看大屏幕 平安观众投票支持数是 三百六十一分 恭喜平安 谢谢 很乖 很乖 平安今晚最后获得的分数是 三百七十四分 首位出场 平安就取得了三百七十四票的成绩 给接下来的歌手 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今晚他真的能够在中国之星挑战成功吗 接下来 一连战队派出的是 许志安 最近他特别忙 于是好友苏永康 为他带来了 对于中国之星比赛的祝福 虽然有好朋友和歌迷的支持 但准备时间的不足 还是给安仔很大压力 这个也是我觉得最难过的时候 但是慢慢习惯就好了 因为很多好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 这首歌的编曲的部分 一点点的演唱会的味道 他们应该会很高兴 为了练习而连续熬夜的安仔 在今天残酷的挑战赛上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大家好 大家好 在新的一年 我们的这个队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歌手 歌手已经出发 歌手已经出发 他希望每一天 每一次都是让自己 有一些新的挑战 用一个新的态度 去面对每一天 今天呢 他要带给大家的是 一个新年的演出的演唱会 一样的一个感觉 用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力王 今天就是未来的第一天 所以第一天就是重新出发 把不想想的事情都丢掉 听我这首歌你就会开心奔放了 要放开的方式来表达这首歌 我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新的一年要尝试新的东西 就这样 也希望安仔在2016年 你所有的美好梦想也能够实现 那接下来我们要先 请我们的现场的500位音乐听审 刚才我们还记得 平安第一个出场 获得的总票数是374 这样的分数 对任何一个出场的歌手来说 都是有很大的压力 而且上一场安仔 是排名第一的歌手 如果本场各位听审 也支持安仔的话 请按下A键 三二一 开始投票 投票结束 先来听一听刘欢老师的评价 大家观众也看到了很High 但是多多少少Fusion 在这个Jazz Blues 那个方向上的那个半音完成的 我觉得有点欠点那种味道 你懂我意思 就是那种劲儿 所以这是影响我的一个判断的原因 所以可以给出气氛 谢谢七票 崔健老师 是 我觉得就上一期的 你唱那个Beyond的歌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但是这首歌 我觉得你的嗓子和那个音乐的接口 我认为是特别舒服的 我听起来就是 虽然你有点瑕疵 但是我觉得都不应该去减分 对我来说 因为我觉得我舒服 但是我要减分的地方有两点 一个就是这一期的舞蹈没有给我意外 跟那差不多 还有一点就是 吹一把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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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非常好 所以我给你8分 8票 谢谢 安仔获得的巨星推荐人的总分是15分 我们来看一下 安仔到底得到了观众的多少支持 请看大名 如果你的得分比平安低的话 那我们只能祝你今晚好人 谢谢 谢谢 332票 加上我们推荐人的15分 安仔今晚的总分是347分 现在排名第一的是平安 把你的分钟头倒一倒 374 所以安仔希望你今天晚上好运 好 想象送给安仔 谢谢 谢谢各位 新年快乐 挑战赛的残酷性开始显现 许志安的得分 没能超过平安 暂时排名垫底 接下来出场的是 刘欢战队派出的实力唱将孙楠 然而这一次 他的嗓子遭遇了危机 这一次呢 声音是特别不舒服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因为我这一次 棋牌太紧了 因为我这一次 棋牌太紧了 棋牌太紧了 就差一天深 所以我要两边跑着排练 确实有点吃不消 没有办法去医院 连这个时间都没有 所以呢 我爸爸有在大连请了医生来 再往嗓子里面打药 我们是在ABC的A 非常好 你还不回头 希望用这样急救方式 能挺过去 下面的这首歌 是一首关于火柴的歌曲 第三位歌手 我手里这只火柴的尺寸 算是很奢侈的了 但是它依然只能带给我们 有限的温暖 今天我们唱这首歌 希望给大家更多的温暖 更多的关爱 火柴天堂 希望大家喜欢 因为我的音乐声音 整个不太好 但是这个舞台 有更多人的希望 包括观众们的期待 我现在也很担心 在这台上 能不能够 把它百分之百地呈现出来 对 心愿不强 一步步冰冻 一步步寂寞 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 一把火转燃烧我的心 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 疯刺我的脸 血割我的口 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 是谁来买我的火转 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 有谁来买我的孤单 有谁来实现我像家的呼唤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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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孙楠刚才这首歌完成得很好 说实话这首歌中间有很多的节奏变化 我一直在担心这些衔接点 但是今天你全部都做到了 完成得很好 而且很感动 如果支持南哥刚才的演唱的话 我们现场的500位音乐听审 可以按下A键 3 2 1 投票 开始 投票结束 推荐老师 演唱肯定没问题了 你的演唱总是没问题 我知道 但是可能我在你的音乐里边 更多的期待的是 你自己打破这种完美的 一种时针 一种真实 你的音乐里边还差那么一点就打破了 完了我特别想加一分给编曲 我特别喜欢那个小号的编配 三个小号同步达到的那种温暖和那种力量的感觉 意外分就是你的穿着 我第一眼以为是睡袍呢 这都是摇滚的装塑 说句话 很多的摇滚乐队这么上台的 所以我给你总分是8分 8票 李莲老师 我听到你声音里面的一点点的小颤抖的就是跟平常那种完美的 处理一个歌曲的那种方法是不一样的 真的感情的流露在声音里面的那个特质是我最最渴望听到的 那我听到了今天晚上 我要给的分数是9分 9票 南哥获得的巨星推荐人的分数 加起来应该是17分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500位音乐听证 有多少人按下了A键支持南哥 请看大屏幕 如果你的得分比平安低的话 那我们只能祝你今晚好运 三百六十七票 那南哥目前的得分加上我们的巨星推荐人的17分 总分是384分 目前是排在第一 把掌声送给南哥 克服了嗓子的突发状况 孙南终于赢得了和平安的对抗 接下来的比赛将更加激烈 OK 说到新年 这两年大家讨论最多的攻略是出行 可以离开家 去到自己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享受各种不同的风情 下面我们的这位歌手呢 也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来展示他在新年里边的期许 说到新年 我其实有一个愿望 我其实挺想带我妈妈 或者带我的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今天晚上我唱的这首歌 也就是我向往的这个地方 我想带他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首歌曲呢叫做《月牙拳》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 这个地方是在一片沙漠里面的 唯一的一个绿洲 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跟着我的音乐 让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去到 这个遥远的 美丽的绿洲 有美丽的月牙拳 它是天的镜子 沙漠的眼 星星无语的乐乐 从那年我月牙拳边走过 从此一哭混淆梦见 也许你们不懂这种爱恋 除非也去哪里看看 看啊 看啊 月牙拳 想啊 也那 月牙拳 我的心里藏着犹豫无限 我的心里藏着犹豫无限 月牙卷是否依然 如今每个地方都在改变 它是否也换了容颜 看啊 看啊 月牙拳 像那年那月牙拳 在那幽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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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要遇到留恋的地方 来吧 丽雅 來吧 來吧 看啊 看啊 月牙圈 想啊 念啊 月牙圈 看啊 看啊 月牙圈 想啊 念啊 月牙圈 住在天的那邊 很遠很遠 有美麗的月牙圈 今天其實是一首很簡單的一首小歌 但是非常的好聽 這也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謝謝Tia 今天完成得很好 謝謝廖老師 那我們來看看Tia 能夠得到多少觀眾的支持 如果支持Tia剛才的演唱的話 請按A鍵 3 2 1 請為Tia投票 投票結束 謝謝各位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居心推薦人 為Tia打分的時間 首先我們有請崔劍老師 我非常喜歡你的歌 但是你最後結尾之前那段 就是用力過猛了 就顯得嗓子有點 出了你的這首歌的意境了 月牙圈就應該輕聲地唱就完了 我當時想這個歌 實際上它是一種很美的歌 我不需要去標高音 這首歌我唱得舒服就好了 但是你的嗓門還是放出來了 因為是那個 Tia 我想問一句話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對我來說 是有那一分的加或者減 就是我的心裡藏著憂鬱的無限 月牙拳是否依然 對 你覺得你的心裡更重要 還是自然更重要 我覺得自然更重要 這分減了 因為我覺得人的心裡是無限的 人自然是有限的 所以我是心裡派 我是堅決支持心裡人 所以是8分 謝謝 但是我依然還是希望大家能夠支持自然 因為自然是靠我們去保護的 特別高興你反駁我 你應該反駁我 因為我覺得我們太習慣了 說一樣的話太無聊了 大家應該有不同的意見 再給你加一分算 就是因為你反駁我 所以我應該給你加一分 還是9分好不好 好吧 9票 請林涼老師為Tia打分 我沒有任何可以減分的地方 我還是給你10分 10票 其實剛才我崔哥講自然和心裡的部分 我更看重的就是音樂本身 我覺得音樂本身就是自然的 它到你眼前你就要唱它出來 它那個時候需要你收回去的時候 你就要收回去 那我認為你說的是心裡 你說感受嗎 感受就是心裡感受嗎 不可能是自然感受 自然是不能感受的 謝謝崔健老師 也謝謝劉寬老師 等我們說完好吧 我們不要 加上剛才 崔健老師 林涼老師給的分數 我們Tia的最後得分是395分 目前在這個舞台上的最高分 劉老師我愛你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我不管後面 我就是現在 我想說 我有全世界最好的老師 因為每一次的編曲 無論是早上2點3點4點 他都是陪著我一起跟我一起 跟你 所以 而且他希望我在這個舞台上 呈現出我能夠呈現的東西 所以 我祝福 謝謝老師 謝謝 沒有問題 你真的很棒 你是我的驕傲 我能有你在這裡 我覺得你替我發聲 你表現的音樂是我想表達的 我感謝你 我下次能唱自己寫的歌 崔老師可以嗎 我覺得你們倆說的話都在支持我的觀點 心裡 YES 每個人都應該堅持自己的 可以嗎 觀眾朋友 可以 音樂萬歲 掌聲送給Tia 一曲極具感染力的月牙拳 令Tia瞬間反超平安 目前排名第一 這也是中國之星開賽以來 歌手獲得的最佳戰績 袁亞維 一個堅持做自己音樂的新生代歌手 祝福你 在創作的道路上 越飛越高 加油吧Tia 經歷了上週痛癢樂隊的淘汰 崔健戰隊的房間 只剩下了楊樂一名選手 面臨新年的這場大戰 說起今天要唱的歌曲 沉默的楊樂大哥 心情特別好 也露出難得的笑容 在我家大耶 我的歌詞不是有傻傻的跟著唱歌嗎 新年就是大家唱歌跳舞 就一塊跳唄 大家都知道 譚未未已經晉級了 紫月和碰陽樂隊 他們被淘汰了 今天唱的一個叫傻傻的 傻傻的 我們這團隊 基本上所有人叫我崔哥 今天晚上沒有人叫我崔哥了 我是我們團隊裡最小的 今天 所以我只有一個推薦 就是我下面這個歌手 下面這首歌叫傻傻的 這個歌實際上是像講故事一樣 它比較正常 所以越來越輕鬆一點 越來越習慣這個舞台 開始越來越好 旻在錄影 掛哇 我來越來越來越的 如果妳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梦中被拥挤着上了车 车厢里满满当当 有的在说有的在笑有的在跳 我问我们要去哪里 大家只是唱着歌跳着舞 我问要去做什么 大家说寻梦的生活 大家说我问何时能停下来 大家说他不会停下来 我问何时能休息 大家说你可真墨迹 墨迹啊 也许是列车晃动 也许是音乐的感动 不知不觉身体在晃动 莫非我也在跳舞 有时候身不由己 上了车就别无选择 麻木了 会变得快乐 傻傻地跟着唱歌 就许是音乐的感动 阿野 change 她们没听到的话 跳起来随着节拍 转起来跟上时代 看看谁跳得更精彩 看看谁落后了时代 跳起来随着节拍 转起来跟上时代 我们都不愿停下来 期盼着社会的喝采 跳起来日子才够精彩 转起来跟上时代 跳起来今生才不白来 转起来不敢停下来 有时候不太合拍 转起来我被摔出来 我也想跟上时代 无奈我的血已不在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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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 你还记得吗 这是你教我的 30年前我练了两个星期才练会 所有想说的东西都刚才我在口哨里表现完了 我听懂了 谢谢崔敬老师那个简单的一个口哨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500位音乐听审 如果支持杨乐老师的表演的话 请按下A键 三 二 一 投票 开始 我们杨乐老师是今晚第五个登场的歌手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中国音邪的推荐歌手平安 还在第三 谢谢各位 投票结束 刘宽老师 她的这首歌在这个音乐的技术处理上是有点意思 尤其她后半段把这个吉他用制音的办法弹出这个四三的节奏来的时候 这个倒是在以前她出的那几首歌里边我没有听到的 我愿意打出八分 八分 请灵灵老师为杨乐打分 跟前面几集的感动不一样 这个是我会跟着你一起 微笑的 然后很自在地享受的 我给的是九分 九票 八分加九分 杨乐老师得到的巨星推荐人的评分是17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杨乐老师得到了现场多少位清审的支持 请看大屏幕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中国音邪的推荐歌手平安排在第三 杨乐老师是今晚第五个登场的歌手 如果今晚到最后全部歌手登场完毕 我们的平安排名在前五的话 挑战就成功 杨乐今晚的观众得分是 三百三十六票 那加上我们巨星推荐人的分数 杨乐老师今晚的得分是三百五十三分 目前排名第四 恭喜杨乐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杨乐的得分 没能超过平安 接下来出场的是 林毅连战队的常识蕾 新年一史 在石头眼里 新年带给她的是什么呢 《祈愿》 《祈愿》吧 我觉得我所有的祈愿都放到我的歌里了 我这首歌叫《流畅》 我希望我能够像歌里那样子自在 像水一样无处在 虽然在这样很大的一个比赛的 压力的情况下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有这种同感 大家好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 其实 《歌手已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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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多给她一些掌声 我觉得《老天的罗》给一个人 最好的理由 就是把这个人放在困境中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才会重新练习自己 才会发现自己更多的潜能 作词 作曲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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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我想睡在遗憾中 因为那里不着马 我想弥漫空气中 因为那里最长辽 我想深埋泥土中 我能自由的阳光 没有什么阻挡 没有什么彷徨 没有什么风浪 只要想想流畅 我想站在浪花上 因为那里不一样 我想睡在云海中 因为那里不着马 我想弥漫空气中 因为那里最长辽 我想深埋泥土中 我能自由的阳光 没有什么独当 没有什么彷徨 没有什么风浪 只要想想流畅 我能自由投着 接下来 无意思 詞曲 李宗盛 只有剩下流暢 没有什么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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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剩下流暢 没有什么风浪 没有什么风浪 succeeded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你把中国的旋律 还有R&B的唱法 把它连接在一起 然后它成为是你自己 非常独特的一个特色 觉得太流畅了 很开心 很好听 大家觉得呢 谢谢森林 谢谢 谢谢石头 谢谢你 石头自己写的首歌 能够打动多少人 按A键支持常识类 三 二 一 投票 开始 投票结束 请刘欢老师为石头大分 石头在这首歌里 第一次给我们展示这种 快速的变音的这种唱法 你说这是RMB也好 说是中国的传统的转音 我觉得也都可以理解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 比较有新鲜声音探索的这种音乐 所以为石头今天这个表现 我愿意给出九分 九分 崔健老师 演唱没问题 歌曲没问题 但是我特别讨厌转调 真的是我个人的原因 和歌词本身的含义的不自信 所以才转调为了煽情 我特别讨厌 所以跑一分 那跑一分 OK 但非常遗憾的是 那个ABC的B没来 跑一分 那个B在我的眼里边是Bist 就是猛兽 到底在后边这七 猛兽常识累会不会来 必须来 八分 好吧 给你八分 要不然有七分 八分 谢谢 我相信每一个歌手 都会在乎自己那一分 那我们看看 在现场的五百位音乐听神 有多少个一分 会加到常识磊刚才的表演上 请看大屏幕 我们目前中国音邪录音艺术与唱片学会推荐的挑战歌手平安排名第三 如果石头他的排名不能超过平安的话 平安今天晚上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我们来看看石头会让平安今晚的挑战就在这儿成功吗 石头获得的观众本数是 三百六十六分 加上刚才崔健老师刘欢老师的分数的话 尝试了今晚的得分 谢谢 三百八十三分 谢谢Sandy I love you so much 凭借自己的创作才华 常识磊成为今晚第三位战胜平安的歌手 在激烈的比赛间隙休息室里 洋溢着欢快的新年氛围 开朗率真的极客俊逸 正以自己的热情感染着每个人 把一张精气神带给大家 我觉得我自己是像花儿一样的 青春美少女 我一定会绽放的 要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极客俊逸 今天选择的歌曲名字就叫花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挑战歌手平安 她也发出了自己的作战宣言 如果平安要是把我踢下去了 我就要撕她的头发 大家好 新年总是我们对未来充满各种各样的希望 歌手已经出发 歌手已经出发 下边这首歌叫《花儿》 是我们中国非常有声誉的一个民谣音乐家的作品 它叫马条 将要上台的这位歌手 以她年轻的青春态度 相信她今天在台上的表现 要美过所有的现花 希望大家喜欢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到我这首歌的同时呢 把自己在这一年的烦恼全部都打包快递带走 用自己崭新的状态 像花儿一样的绽放着去迎接新的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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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还没来花儿还不开 可是我的心也熬不过长冬 四季小风吹吹到这里 听莫非我的炙热 已等不到天亮 还没看到你的人 就感觉到你的脸 像花儿一样绽放 还没牵到你的手 就感觉到你的心 像上鹿儿赛跑 山沟湿里长 寒雪流满汤 拖下我的茶衣 照顾在风里 花儿为谁开 鸟儿为谁猫 烧上我的朝鸡 夜 却翻越着闪流 春天还没来花儿还不开 可是我的心 也熬不过长雨冬 随即像风吹吹到这里 听莫非我的炙热 已等不到天亮 还没看到你的人 就感觉到你的脸 像花儿一样绽放 还没牵到你的手 就感觉到你的心 想像花儿一样绽放 想像鹿儿洒一样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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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看著閃亮 閃光是禮場 汗水流滿湯 閃光是禮場 汗水流滿湯 通常我的差異 腳步在風裡 壞人為誰看 哪兒為誰喝 照照我的照景 去翻熱著閃亮 去翻熱著閃亮 去翻个着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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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极客 今天这首歌是个挑战 这是一首民谣的歌曲 完全的是一首新歌 你自己今天想表现的 叫什么 青春无敌美少女 在这样的积累的竞争的舞台上 一个歌手 有多大的勇气 能够选择大家第一次听的歌 来挑战自己 没办法 我就喜欢新鲜的东西 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年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谢谢 我们现场的500位专业音乐听审 会不会按下A键 支持极客俊逸 三 二 一 投票开始 投票结束 崔剑老师 谢谢极客 你选了个马条的首歌 到那个转调之前 他是特别期待你唱一个假音 假声上去 结果你就是不唱 好了那个转调了以后你上去了 但是你唱的是真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唱更高的 所以手艺有点 有点就是在音乐上没有 都没有一种满足感 所以我给你分18分 8票 我觉得今天的这首歌 在整个编曲的层次上面是难度很高的 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在音准跟节奏上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我会给你的是8分 8票 谢谢 我们两位举行推荐人给到极客的分数 16分 我们来看看极客到目前为止 获得的观众支持数是多少 请看大屏幕 中国音协录音艺术成分协会推荐歌手 平安获得的分数是374分 在目前为止排名第四 如果今晚的最后的总分 我们平安进入前五的话 挑战成功 没有进入前五的话 挑战就失败 到底极客会在我们的500位音乐听审中 得到多少票 343票 加上刚才我们巨星推荐人的16分 359分 恭喜极客 很遗憾 极客俊逸未能战胜挑战歌手平安 目前排名第五 对于暂时排名第四的平安来说 还有两位应战歌手 等待他去闯关 接下来 我们介绍我们战队里面的这位歌手 努力加油 新年 他选给大家的是一首 他自己写的作品 在他的民族里面 新年就是要为生灵祈福的 若到新年的话 我就还是会想起我的姥姥跟老爷 因为他们两个会在新年做一个祈福的这个仪式 做了这个仪式以后 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 这种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的一种祈福 我希望大家用多些的掌声给他鼓励 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面 祈祷我们的这个佳颖 永远保持他的美好 这是你 永远保持他的美好 你要买 prote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妈妈 给呀 哦妈妈 给呀 哦妈妈 给呀 日子 来 来 来 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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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来 来 来 海 来 陶羹 来 匆馨 给呀 陶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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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我那麼愛你 我的加油 為你祈禱 為你祈禱的一切 為你永恆忘不給 我那麼愛你 我的加油 我為你祈禱 為你祈禱一切 美麗永恆不變 我愛你啊 sei呀 break i 呀戒 Nazan i 呀戒 Naza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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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杨吉 我们三位巨星推荐人 第一次同时起立 为你鼓掌 我觉得杨吉你做到了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所有友人听到我的声音的朋友们 祝世如愿 平安喜乐 如果支持杨吉的表演 就可以按下A键 3 2 2 1 请投票 投票结束 接下来有请崔健老师 为杨吉打分 杨吉 你知道吗 可能男歌手里边 只要站在台上就感动我 就是琪琴 女歌手 只要站台上 你就感动我 就是你 从音乐上讲 也许可能是因为你生育以后 可能还没有完全地恢复 我期待的东西没有得到 所以只有这一个地方 跑了一分 其他地方都是非常完美 9分 9分 你自己在那儿独唱的时候 你自己在那儿独唱的时候 扮得身上这个银器的那点响声 我觉得那个震撼力是反而更大的 为了这个原因 我给的是9分 我们的央集 获得了巨星推荐人的18分 如果 今天是2016年的第二个夜晚 想起第一期 立白造业中国之星的开播 心中百感敲击 因为 立白造业不是其他喜艺 是我的前世前生 是我的另外半条命 如果知道现在超市 还有立白造业在卖 掏山剑树也挡不住我去买 立白造业 宽宁播出 请看大屏幕 央集获得的观众得票数 324票 最后得分是342分 由于央集马总分低于平安 所以 在还是一位歌手 没有出战的情况下 目前 排名第四的挑战歌手 陈安 已提前挑战成功 依照挑战赛赛制 八位应战歌手中 排名垫底的 今晚将被淘汰离场 杨吉玛和即将上场的齐琴 谁会爆汗出局呢 马上来看一下 最后一位歌手 齐琴的赛前备战情况 比赛前夕 齐琴特地赶赴北京 参加自己刚出道时组建的 红乐队 成立30周年聚会 以前做演唱会的时候 还有天上会做完 天天天天天天不见 哇在那边跟小美眉聊天 哈哈哈哈哈哈 三二一 好 好 这个红乐队呢 已经三十年了 举的是一段非常快乐的岁月 啊 当初那种年轻的炙热 对于音乐的追求 兄弟们之间的那种好的情意 在这一辈子 在这一辈子当中蛮难再找到了 本周齐琴特别选取了当年 红乐队的一首经典名曲 并邀请好兄弟与他同台 他们将会如何来演绎呢 小哥 中国之心 加油 大家好 接下来的这个歌手 今天要唱的这首歌 是他唱过的那么多歌里面 少有的 真正表现他自己的情感 和人生态度的一首歌曲 歌手已经出发 歌手已经出发 上一次演唱还在1991年 他希望朋友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能感受到这种青春的炙热 加油 加油 大家掌声有请 好像回到当初的那种感觉 还有很多很多新鲜的事情 等待你去探索 虽然说我现在 已经唱了那么多年了 我还是应该 用这样的心态 去面对将来的音乐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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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要写去孤独 用伤心头 这世界已不是我所能了解的生活 生活也不再有我能预知的结果 为何我要接受宿命的悲剧 这世界已不是我所能了解的生活 生活也不再有我能预知的结果 是不是我也可以有所选择 我自己感受 三十年的沧桑 我经历太多 自己的心情 我自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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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小哥刚才的表演 三 二 一 请投票 投票结束 接下来我们要请三位剧情推荐人为齐琴打分 首先我们请推荐老师 齐琴 我看到你在台上就感动 但是我能够听出来 有些瑕疵 有些瑕疵是因为你的嗓子可能你还没有完全恢复 还有一些瑕疵是因为你更重感情了 而没有更重音乐 所以我给你的分 欢迎来到立白造业 中国之心 中国喜护之心 立白天然造业 中国之心 由喜护合一的立白天然造业 独家光明播出 中国之心 美白之心 欧世曼 珍珠白 镜头润白 本节目由镜头润白 欧世曼 珍珠白特约赞助 听最动听的音乐 喝最够味的奶茶 本节目由过把火才够味的 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特约播出 听音乐 泡温泉 就找李妈妈 本节目由自助由领军平台 余妈妈特别支持 下载余妈妈APP 为歌手投票还能免费泡温泉 专业引民极致体验 好电视CAM品牌 本节目由CAM TV超能电视 特别赞助播出 同时欢迎登陆 全球独家网络合作平台 优酷主动 下载优酷APP 优多APP 观看中国之心完整视频 及幕后花絮 同时为您喜爱的歌手 点赞投票 参与众筹公益活动 有奖互动赢大奖 我给你的分是八分 崔剑老师给了八分 林莲老师 在编曲上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些惊喜 就是很安稳地去做了这个 所以我想我会给的分数是八分 八分 接下来最后请刘欢老师 今天这首歌 因为时隔这么多年 我觉得在唱出来的时候 人会不一样 就是这部分没有让我惊喜到 所以我的分也是八分 谢谢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给了八分 按照规则 我们会把三位 巨星推荐人的分数相加 除以三 再得出平均分 再乘以二 十六分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九位歌手 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 我们七星大哥会排名第几呢 我们今天晚上排名 最后的那位歌手 将不得不遗憾地离开我们的舞台 在揭晓最后的答案前 让我们掌声请出 今天晚上前八位 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歌手 掌声有请 第一个床的平安 三百七十四分 许志安三百四十七分 吉克三百五十九分 杨乐三百五十三分 孙楠三百八十四分 常识磊三百八十三分 基亚三百九十五分 殃吉三百四十二分 目前为止我们得分最高的是 基亚三百九十五分 还在最后的是殃吉三百四十二分 基琴大哥得到的总分 还没有揭晓 如果高过三百四十二分的话 那离开这个舞台的 就将是殃吉嘛 如果基琴大哥的总分相加 没有高过三百四十二分的话 我们将要和基琴大哥 在这个舞台上说一次再见 基琴大哥今天晚上得到的 观众得票 是 欢迎来到 立白造业中国之心 中国喜护之心 立白天然造业 中国之心由喜护合一的 立白天然造业 独家换名播出 中国之心美白之心 欧什曼珍珠柏 镜头润白 本节目由镜头润白 欧什曼珍珠柏 特约赞助 听音乐泡温泉 就找绿妈妈 本节目由自制我李俊平 的绿妈妈特别支持 下载绿妈妈APP 为歌手投票还能免费泡温泉 专业影音极致体验 好电视看舞台 本节目由看提议超能电视 特别赞助播出 同时登陆独家音乐平台 QQ音乐 即可同步收听 下载节目歌曲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中国之心华帝讨论 赢取丰厚惊喜大奖 请看大屏幕 364票 加上我们巨星推荐人的16分 我们齐情大哥 今晚的总分 380分 要跟我们说再见的 是央吉 请稍等 欢迎来到立白灶眼中国之心 欢迎来到立白灶眼中国之心 请稍等 请稍等 我们请Sandy来宣布好吧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如果三个推荐人都同时 决定要挽留这个歌手 免缺他去淘汰的机会的话 那我今天要非常谢谢 刘邦老师 刘邦老师 我们一起动这个权力 把一起留在我们的比赛里面 参与众筹公益活动 有奖互动赢大奖 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购端 参与互动 以明星导师签名照 感谢新浪娱乐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凤凰娱乐腾讯娱乐 网易新闻购端 手机摆动购端 腾讯新闻购端 搜狐新闻购端 凤凰新浪娱乐购端 今日头条移动资讯软件 ZAKER 横排新闻 见面新闻 对本来梦的大理支持 感谢淘宝网豆瓣APP Uber 梦一个APP 百度地图 美图秀琼 美拍 网易邮箱大师 大神网 搜独收入法 搜独浏览器 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 对本来梦的大理支持 接下来请收看 欧师曼 珍珠白 解码中国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